虽然泰风对鲁班工坊的设立 给予了最大限度的支持 但由于语言不通 文化背景不同 事情的推进 还是遇到了各种障碍 当时我们在鲁班工坊这个概念上 这样理解就存在一些差异 比如说我们说的鲁班workshop 在他们理解 可能是理解成一个工厂了 一个factory 所以说我们要建立一个building 需要很长时间的 他们也着急 但是我后来我们说 因为这个鲁班工坊 实际上是一个 以技术技能培养的 这样一个场所 就是我们就是要 可以做一个big classroom 我们可以做一个 你的